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 也太闹了吧 杜丰渝又带着立芳与美心来慈姑谈 自从女儿美心生病 他们经常来这里参拜 美心的病已经好了不少 全家跟何老师也非常熟识 这天在慈姑谈吃了午餐才离开 一家三口生活看似顺利平安 但自从杜丰渝开始被电视台频频退稿 巩立芳就经常找他吵架 有时候连自己养乐多没兵也要跟他吵 又突然积极要付出拍戏 还拒绝一起去慈姑谈 时不时嫌弃杜丰渝经济能力不好 杜丰渝经不起老婆亲事 也开始对老婆动粗 家庭气氛让美心压力变大 又未时到逆流了吗 哦不是病情加重 巩立芳却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家出走 面对病重的美心与生活压力 杜丰渝越来越依赖慈姑谈 虽然百般犹豫 但何老师一再地劝说 杜丰渝终于让美心接受了偏方治疗 杜丰渝怕美心无聊 就坐在厕所门外念故事书给美心听 杜家大门被打开 家里冲进来一群人 杜美心被医护人员救出来 警察也立刻逮捕了杜丰渝 杜丰渝在牢房念念有词 不断朝某一方向跪拜 引起了预警的注意 不一会他被带往接见试 原来是何老师来探望他 杜丰渝默默流下了眼泪 此故观音果然是大慈大悲 老师你放心 我什么都不会说 立方还是坚持要离婚吗 何老师惋喜地点点头 拿出一纸离婚协议书 杜丰渝迅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美心在细心照料下渐渐康复 虽然急性酒精中毒 仍造成一些脑部损害 各大媒体大肆报导 拱立方离婚付出的消息 拱立方获得大多数人同情 各界工作邀约不断 昔日知名编剧杜丰渝 半生努力化为乌有 成为媒体笔下的渣男 杜丰渝出狱了 熟悉的家早已人去楼空 他去学校探望美心 发现美心根本不记得他 何老师一直劝他要振作 但从前幸福的家再也回不来了 生活完全脱轨的他感觉 泡药酒才能洗尽一切 何老师试着打电话给杜丰渝 但是杜丰渝都没有接 别管他了 你干嘛总是那么关心他 杜丰渝不再是他们之间的绊脚石 拱立方的演艺事业 在何老师的打理下 蒸蒸日上 喜欢我的影片就多看几遍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哦 胜心 沉丰渝不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